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快今天看到很多同學來聽我們這個說明文會 大家知道半導體是一個全球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從去年一些經濟感去 大家可以看到半導體的一個重要性 我們學校其實在過去比較重視半導體的人才可以看到 NTC願意提供他們最新的設備 以及他們去夜市的方式 提供我們每個大同學的環節的學校 它這個半導體設備會選擇 要由這個三個部分所組成 一個包括我們看一下這個原子 基礎的一個課程 基礎課程還有核心課程跟總級的課程 三個部分所組成 那主要的特色讓同學們可以得到 就是半導體入門和了解整個半導體 食物的一個設備跟關鍵連組件的一個基礎 那在核心課程的部分 都會安排排機電的夜市上課 我們要介紹的是自成的微絕程 微絕經的核心課程兩個課 半導體自成以及原介物理 世界運用的聯盟課 然後很多類在核心課程 那基礎課程的話 是我們材料的表面科學以及材料分析 那總整課程的部分有三門跟設備相關 那以及一門材料化學特論 那我接下來介紹的是半導體科技學程 那就是你們都知道 我們的半導體科技的目的 最主要是要把你科技裡面的拿做出來 那是一天如果沒有在電腦手機 以及這個騎車上面 智慧統治等等這個用法上面 那所以在我們這個半導體科技學程 設計上面呢 我們會希望說盡量排排比較廣泛的一個實施 提供同學們在這場上的一個必要 基礎課程呢 我們分成四個領域 就材料、核心、電子學、原件、文件、人工、智慧 那在核心課程裡面呢 我們有四個領域 那這四個領域都包含有基礎的原件製程 進階的原件製程以及檢測分析 還有進階的特技 那總整課程這個部分呢 就是剛剛提到的在台積電新興中心的實習 那這邊的實習呢 有包含就是兩層 一個是半導體機台的基礎 一個是半導體設備的原件基礎 那今天呢 來到歸項 我們跟各位在座的民進夥伴們 來介紹台積電的跟 聯科大學合作的一個叫做 半導體設備工程產業學居的這個說明 這些所謂科技的創新 不管它是現在正在進行 或是未來即將發生 它其實 我跟舊的它都需要半導體產業來驅動 其實我們在專業界面製造 以及呢 工方測試這一塊呢 實際上是地域全周 是在地域全周的地 人才的質量是驅動 不管是半導體產業或是任何一個產業呢 它呢不斷的成長不斷的有 Grain rule的這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現在簡單介紹這個學程 因為那個學程裡面呢 其實呢 它只要分成三大塊 特別是呢 所謂的那個 關導體製造 還有新技術設備的 基礎原理跟基礎學 那你各位知道說 如果我們將來有興趣 在半導體產業服務的話 在大學甚至一直到研究所 把這些呢 先輩知識 把它 呃 累積起來呢 會以進入這個產業來講的 會上手 或進入狀況的狀況 那所以當我鼓勵 又會呢 聽完這場 那週末會之後 放完之後呢 馬上去 下掌 或是搜尋這個學程 科目的對照表 這一些課程呢 這個 科目的對照表 你可以在教務中間 你可以去抓去 那你連開那個連結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半導體生功的產業學程 那你就可以找到 才可以找到 剛剛我請到 科目的對照表 那加起來呢 你還是完成四八的學分 你一定會呢 獲得 呃 每個大部分 凱集練 能夠頒發給你的 製造 學程的修理證書 然後呢 你們就會被 助記在 或你們在凱集 跟鼓勵力的話 我們在連結上 特點凱集 你已經完成了 我們跟貴照 做的半導體 那順利公圈 就彈越來越強 你跟四八的學分裡面 課程的頻率分數 達到八十分以上的話 到時候 我過台積 有新邀請 各位加入台積的時候 一個起心 未必 沒有時候 這個選手 同場 高出三個身 到幾個身 他這個高度說 三個身 九個身 還沒有到雙位主 但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它大概是一個台積的 它的基礎表現 在Average and above的學習的 同流裡面 大概是一年到三年 的挑釁過